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尽管三星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但其所有晶片的总收入目前落后于英特安。 三星电子总裁兼执行长,装置解决方案部前负责人,Kaiyan Pyeong-Kiang 庆贵贤,此前乐观表示, 该公司预计今年的晶片销售收入将恢复到2022年的水平。 庆贵贤表示,记忆体业务在1月份恢复盈利,预计今年将恢复正常。 三星也面临着批评,因为它们似乎在高频宽记忆体HBM方面落后于竞争对手, 该记忆体与人工智慧、AI晶片配对需求量很大。 庆贵贤还表示,公司准备工作落后,市场状况不利也是其中的因素。 三星将恢复其基本竞争力,以创建受市场状况影响较小的业务。 他表示,除了HBM之外,该公司还在与客户就运算快速链路, CXL和存算一体化PIM产品进行谈判,这些领域的成果很快就会出现现。 三星在年度VLSI Symposium 2024大会上,展示其二奈米工艺SF2节点中的Gate All Around第三代GAA电晶体技术特性, 并在6月中旬会议期间分享更多关键细节。 据三星透露,这项新工艺不仅优化了多桥通道场效应电晶体MBC-FIT架构, 还引入了独特的外延和集成工艺。 与现有的FIN FET技术相比,该新工艺显著提升了电晶体效能,幅度高达11%至46%, 同时可变性降低了26%,漏电现象减少了约50%。 SF2的技术开发工作预计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完成, 届时三星的晶片合作伙伴将有机会选择这一先进的制程节点进行产品设计。 三星在半导体工艺领域一直寻求突破, 尤其在经历了之前与高通合作中的工艺挑战后, 三星更加致力于通过2奈米等先进制程技术来巩固其市场地位, 并与台积电等竞争对手展开竞争。 为了加强2奈米工艺生态系统的建设, 三星已经吸引了超过50个合作伙伴。 此外,今年2月,三星宣布 与ARM合作共同优化基于最新GAA电晶体技术的下一代ARM Cortex-X与Cortex-A CPU内核, 以进一步提升效能和效率, 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不仅如此,三星还计划推出第三代三奈米工艺,旨在继续提高晶片密度,降低功耗,并努力提升量品率。 此前,三星的初代三奈米工艺在量品率方面遭遇挑战, 传闻其早期量品率仅为20%,主要用于生产加密货币相关晶片。 然而,三星并未因此弃乃,而是持续投入研发,必求在未来的工艺中取得更好的表现。 三星电子代工业务负责人西洋-Troy表示,竞争对手英特尔此前谈及了1.4奈米工艺节点, 但强调三星和台积电也有该节点的计划。 西洋-Troy表示,客户希望代工厂有稳定的供应和产品竞争力, 而三星的4奈米工艺节点现在已经拥有成熟的良率。 三星电子的第二代3奈米工艺节点将于今年下半年投入生产, 2奈米工艺节点将于明年投入生产。 台积电这两年独拿灰达AI晶片代工订单,三星眼红。 外媒报道,三星内部正规划大动员,并启动内部代号NEMO的NEMO战略, 全力争取灰达3奈米制程晶片代工订单, 意图打破台积电独霸挥达EI晶片代工的现况。 台积电向来不评论客户与竞争对手。 业界人士分析,长期以来, 挥达与台积电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但其他竞争者想分杯羹的企图心也从来没断过。 三星每推出一个世代新制程, 就都会以台积电为主要假想敌, 并释出要抢单台积电的讯息。 但实际上能真的成真的案例几乎是零。 三星近期又卷土重来, 要在3奈米晶圆代工抢单台积电。 外媒WCF Tech引述韩媒报道内容, 提到三星晶圆代工部门今年的首要任务, 就是获得来自于挥达的晶片订单。 而长期以来, 挥达大多使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节点, 来生产其各系列产品。 另一方面, 三星5月下旬意外宣布, 将原半导体部门主管庆贵贤撤换掉, 改由副会长周杨杨杨杨杨领导, 涵盖记忆体晶片、 系统晶片及晶圆代工事业的装置解决方案部门, 希望他引领克服当前的半导体危机。 庆贵贤将负责领导三星先进技术研究院SA8及未来事业团队。 三星的晶圆代工部门意识到台积电在业界的领先地位, 并希望重新赢得挥达青睐, 成为其主要客户。 所以,三星正在尽一切努力, 确保其使用环绕式炸集GAA架构的第二代三奈米制程节点, 能胜任并满足挥达的要求。 报道指出, 为达成使命, 三星内部采定下代号为NEMO的战略, 该名称指的就是挥达, 而该公司各部门也都致力于能争取到这家晶片公司的订单。 根据WCF Tech陈述, 挥达最近一次使用三星晶圆代工的服务, 是为了其GeForce RTX 30 Ampere GPU, 这些GPU是为游戏市场所设计。 只是,Ampere的下一代产品, 也就是Ada Loveless GeForce RTX 40, 就转向投入台积电的怀抱, 使用其5奈米制程来生产。 因此,若一切顺利, 三星计划于2024年开始量产其第二代三奈米工艺, 并于2025年开始量产二奈米工艺。 不过, 三星可能会整合第二代三奈米和二奈米工艺。 另外,近日有消息称, 三星电子代工业务部门于6月中旬在美国西谷举办代工与SAFE论坛, 公布其技术路线图和强化代工生态系统的计划。 三星将把原定于2027年实现的一奈米工艺量产计划提前至2026年。 三星之所以这样做, 与苹果营运长Jeff Williams于5月下旬秘密访台, 与总裁魏哲嘉商讨2奈米合作计划有关系。 当然,台积电自然不会满足于2奈米工艺, 其计划在2027年达到A16节点1.6奈米工艺。 根据媒体报道,台积电预计还将于2027年至2028年左右开始量产1.4奈米。 这些举动都让三星1奈米工艺量产时间被迫打乱。 然而就在此前, 甚至还闹出了台积电推迟2奈米工艺的传闻, 源于一项名为Get All Around GAA的电流控制技术的首次应用。 三星电子于2022年6月在其3奈米工艺中引入的这项技术可降低电晶体的漏电流, 从而提高晶片的功率效率。 台积电则多次表示对2奈米工艺充满信心, 称将比300奈米工艺获得更多客户。 台积电的信心源自于大客户苹果的密切关系。 苹果占台积电营收的25%至30%。 台积电工艺开发副总在5月底的技术论坛上表示, 2奈米工艺开发进展顺利, 按计划2025年左右可实现量产, 不断了台积电因技术问题将2奈米工艺全面量产, 推迟至2026年的猜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